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在凯撒提比留在位第十五年 那一年大概是主后二十八到二十九年左右 那时候施洗约翰开始服事 如果耶稣接受洗礼 假设也是在同一年的话 那耶稣这个时候的年纪可能有三十出头了 应该超过三十岁 因为根据其他福音书的记载 耶稣出生的时候大西律王还没有死 而根据历史的记载 大西律王死的时候是主前四年 所以在这边耶稣开始传道的时间 可能是三十出头 大概三十二岁左右 那这边的记载也很特别 让我们想起在旧约的历史书里面 在讲一位君王登基 就会讲说他登基的时候多少岁 为什么我会这样讲呢 这跟上一节二十二节有关 想到当耶稣受洗完毕的时候 他看见天开了 然后呢天父对他说话说 你是我的爱子 我喜悦你 你是我的爱子 这让我们想起 这个旧约有一个弥赛亚的预言诗 诗篇第二篇 第二篇的第六节他说 我已经立我的君王在西安我的圣山上了 上帝亲自立了以色列的君王了 然后呢这位被立的君王 在第七节他就说 受高者说 因为受高者就是这位被上帝高立的君王 就是弥赛亚 受高者说我要传圣子 圣子内容是什么呢 耶和华曾对我说 你是我的儿子 我今日生你 你求我 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 将地籍赐你为田产 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 你必将他们如同摇将的瓦器摔碎 因此呢 当父神对耶稣说 你是我的爱子 我们就可以联想到 那位他的儿子 今天被他立为君王 他就是那位受高者 因此呢 这边的经文很像 就是耶稣登基坐网一样 那时候大概有三十岁左右 我们二十三节继续往下看 他会说 依人看来 依人看来的原文是 如同他被认为 或是一如他被认为 他被人认为是谁呢 他被人认为是约瑟的儿子 什么意思 他的意思就是说 因为这个耶稣不是约瑟所亲生的 他是玛利亚受圣灵改命所生的 所以依人看来 他在身份上 身份上 他是约瑟的儿子 所以强调就是说 他不是约瑟所亲生的 那接下来的经文就要介绍 这个耶稣的家谱 这让我们想到摩西 这位耶和华中心的仆人 在《出埃及记》第六章里面 当摩西蒙召成为耶和华的仆人之后 首先就要介绍摩西他的出生 他的家谱是怎么来的 因此呢 这边也让我们看见 如同二十二节那边所说的 你是我的爱子 我喜悦你 你是我的爱子 我们刚刚说到 这位 这个描述很像是诗篇第二篇所说的 那位神的儿子 今天被立为君 被高立为受高者 登基作王 那我喜悦你 这句话让我们想起 以赛亚书第四十二章第一节 那个被耶和华所喜爱的 耶和华的仆人 他是一位受苦的忠心仆人 所以呢 路加这边很可能 他的描写的手法 就像《出埃及记》一样 当摩西蒙召来成为 耶和华的仆人之后 《出埃及记》就开始介绍 摩西他的出生 他的家谱 这边也是一样 当耶稣基督 他被宣告为 是耶和华所喜悦的仆人的时候 路加在这边也开始 来介绍 这个耶稣的家谱 这边经文说 这个依人看来 他是约瑟的儿子 而约瑟是西里的儿子 我们这边要留意 这个整个路加福音的 耶稣的家谱 第一 他说约瑟是西里的儿子 西里是马塔的儿子 接下来讲一大堆 谁是谁的儿子 的那个儿子 原文通通没有 所以整个原文是这样 依人看来 他是约瑟的儿子 儿子这边有 但是接下来儿子都没有 然后呢 约瑟是西里的 西里是马塔的 马塔是立位的 立位是基麦的 就这样一直一直都是讲谁的 谁的 一直到第三十八节 以罗氏是赛特的 赛特是亚当的 亚当是神的 因此我们就来对比 这个路加福音的耶稣家谱 跟马太福音的耶稣家谱 有许多地方 有些不一样 第一个 路加福音这边讲的都是 谁是谁的 代表就是说 谁是从谁而出的 也就是说 或是说 谁是从谁的谱系而来的 代表 未必是他的父亲 也可能是他的祖先 也有可能是他的女婿 为什么这样讲呢 因为在教会历史当中 有很长一段时间认为 马太福音所讲的是 约瑟的家谱 然后呢 路加福音所讲的是 玛利亚的家谱 所以呢 这边讲 约瑟是西里的 以前有一段很长时间 被解释成 约瑟是西里的女婿 而这边要讲的是 这个玛利亚的家谱 但是其实这样的解释 是非常奇怪的 因为其实在前面的经文 就已经强调 约瑟是大魏的后代 所以这边 其实不太需要去强调 他是这个玛利亚的家谱 再来我们也可以看见 在这两个家谱当中 有一些差异 到现在也是 不太容易解释的 例如在马太福音 一章十六节 那边说 约瑟的父亲是雅各 但是这边却说 约瑟是西里的 我们姑且不论 他是不是讲 他是他的女婿 但是我们光看 这样的一个家谱 约瑟往上推的那个人 两份家谱 写的人已经是不一样了 再来我们可以看见 比较我们耳熟能详的 一些人物 也有一些差异 例如在这个 路加福音第三章的 二十七节里面 他说索罗巴伯是 撒拉帖的儿子 撒拉帖是 尼利的儿子 因为索罗巴伯很有名 他是带领百姓 重新从巴比伦 贝鲁之地 归回耶路撒冷的领袖 那在马太福音里面 却告诉我们 这个撒拉帖 他这个是 耶哥尼亚 也就是约亚金的儿子 所以你看这边 重要的人物 他们到底他们的父亲 或是他们的主谱系 是从哪边来的 就有些不一样 三十一节 三十二节也是 三十一节这边讲到说 拿丹是大卫的儿子 那这边 马太福音的家谱 却是说 这个 所罗门是大卫的儿子 也就是说 马太福音认为 是耶稣的家谱 是大卫生所罗门 然后从所罗门 一直往下 一直生生生生生生 那后来生出耶稣来 但是路加的这边的家谱 却是大卫 下面是不是连所罗门 是连拿丹 然后一直连到约瑟 耶稣这边来 那这里 我们现在也是 很难去解释 为什么 再来有一个地方 也是我们值得 我们留意是 第三十四节 这边有谈到 雅各是以撒的儿子 以撒是亚伯拉罕的儿子 那马太福音呢 他的家谱 是从亚伯拉罕开始 亚伯拉罕之前的 马太就没有提了 因为马太福音 他主要要交代的 就是耶稣这位君王 他是怎么样 从犹太人的君王 谱系里面 连结出来的 所以呢 他最远最远 只推到亚伯拉罕 但是呢 路加福音他一直强调 上帝给人的 这位耶稣基督 他不仅是 以色列人所期待的弥赛亚 他更是 关乎万民 全人类的救世主 所以呢 他不仅 只推到亚伯拉罕 他还 一直往源头 去延伸 所以到最后三十八节 他就说 以罗士 是赛特的 赛特是亚当的 而亚当是神的 要表明 这位来到这个世界上 成为 这位神的儿子 成为 受高者 受高者 就是弥赛亚 他成为君王 他登基了 他不仅要成为 以色列人所期待的弥赛亚 他更要成为 全人类的救世主 所以 在这个路加福音里面 不断提到说 这个福音是怎么样 关乎万民的 不是指关乎犹太人的 那我们也可以来 思想 就是说三十八节 说亚当是神的儿子 让我们想到 在三三二十二节的时候 他说 天父对耶稣说 你是我的爱子 这边强调的是 这位圣子 与圣父之间的关系 而后来从二十三节 一直到三十八节 所谈到的 最后耶稣被推 推到说 他是神的后代 因为他的祖先是亚当 而亚当是神的儿子 是属于神的 这个家谱所要表达的是 耶稣与世人的关系 他们的源头 都是从上帝来的 而三章二十二节 那边谈到 你是我的爱子 要谈到的是 耶稣这位圣子 他自己与父神的关系 虽然这两份家谱 他所要表达的一些重点 以及里面的一些细节 并不是很一致 但是我想 他的一些困难 在解释上的困难 可能我们要到天上 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 但是我想 路加福音这边 最要强调的 就是耶稣是为万民 所预备的救世主 他不仅是跟犹太人有关 是跟全人类有关 再来他来 他的确是要登基作王 这位儿子要登基作王 他就是受高者 弥赛亚 并且他也像摩西一样 是耶和华所喜悦的 忠心的仆人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赞美你 主求你让我们效法 耶稣基督的榜样 因为我们也是神的儿女 我们也要在这个世界上 做光做炎 我们与主一同做王 按照上帝的带领 上帝的真理 上帝的公义跟慈爱 来治理这地 而同时我们也要像耶稣一样 成为一个神所喜悦 忠心的仆人 甚至是一个忠心受苦的仆人 也在所不惜 愿神把一个儿子 以及仆人的身份 既然已经这样赏赐给我们了 我们就珍惜这样的呼召 在这里面荣神义人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愿神赐福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